在上一期文章中 笔者指出 因为王平没有第一时间 告诉魏延马肃的误判 所以魏延支援迟换 诸葛亮进退失据 无奈撤军 同时通知在包邪道 和曹魏关中兵团作战的赵云撤退 两支蜀军 赵云带回来的骑兵主力军容齐政 但是诸葛亮带去步兵主力兵败如山倒 十分狼狈 再晚一不可能就被曹魏的中原兵团 和隆佑兵团吃掉了 但总算 诸葛亮的主力大军 还是没有损失太多的人 还带来了南安天水 安定三军一千余户人家 大约三四千百姓返回汉中 诸葛亮能撤得如此之快 客观原因是诸葛亮在北伐前就发现 东汉时期的五都大地震 让汉江分为西汉水和东汉水 诸葛亮如要进攻隆佑 竟让大军走齐山倒 让蜀中地区的西南马 拉着船逆西汉水而上 万一失败 退 大军乘船从西汉水顺江东下返回汉中 但是 诸葛亮大军都兵败如山倒了 能撤回来的主观原因是什么呢 笔者觉得 第一 用西郡的卫军守军 并没有和张和取得联系 第二 张和和郭怀心存忌惮 并没有快速进军 第三 那就是蜀军的救星 魏延的功劳 我们看诸葛亮想马速守接艇守多久 守是天 蜀军攻击的就是饿着肚子的龙西郡 守一个月 龙西郡守军将彻底饿死 其实 诸葛亮这个时候 还遇上一个小问题 就是三国时代的少数民族十分不给力 枪人早就被曹魏大军 以及先前的西梁军打怕了 枪人又是竹水草而居 诸葛亮一下子没有找到枪人的主力大军 笔着科普一下 诸葛亮要杀曹魏一个突然性 为了保密事先没有联络枪人 因为枪人被曹魏打怕了 谁知道枪人里会不会有人和曹魏告密 而这个时候枪人的主力在殷平郡以西南 并不在龙西郡以北 不过这没有关系 只要拿下龙西郡 现在虽然是初春时节 夏天了枪人还是会到龙西郡以北来放牧的 所以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破坏了麦田 几乎把龙幼兵团给整个饿死 但是枪人又回到龙西郡以北放牧了 所以龙幼兵团抢了枪人的粮食和牛羊度过了危机 现在我们再说回来 接亭用了几天丢失的用了三天 第一天下午马苏两万大军来到了接亭 马苏看到城池败落 加上南方人思维 就赶紧驻守南山 王平带一千人把守要道 并派快马通知二百公里外的诸葛亮 第一天傍晚 张和大军的车后到了 发现马苏带人在孤山上 张和当天晚上包围了南山 第二天 马苏带人冲了一整个白天没能突破魏军的包围 第二天晚上马苏在蜀汉山地战部队 武当飞军的帮助下杀出重围 王平在关笼道接应 用诸葛连弩射退张和的前锋 并擂鼓助威 张和没有继续进军 打算等天亮看得清楚些行动 在上一篇文章中 笔者说过 王平看到马苏误判了形势 他最应该干什么 应该赶紧拍快马 先告诉二十公里外的魏延 再去告诉丞相 可是王平舍尽求远 跳过了魏延跑去告诉丞相 二百公里啊 快马到了也得四五个小时 天黑了 诸葛亮看到消息 想着赶紧派杨仪去第二天 换掉马苏 但他不知道的是 张和大军已经到了 等到第二天杨仪赶去 发现张和大军已经在包围马苏了 赶紧再回去 快马一来一回 十多个小时又过去了 天又黑了 马苏杀出重围 被王平接应 要笔者说 杨仪最好的选择 就是立马告诉魏延 魏延的骑兵到达街亭 已战马五十公里的时速 半个小时就能到达战场 让魏延带骑兵去救马苏 以魏延的战场经验 他会在白天就突袭张和 绕着张和大军射箭 并派人上山联络马苏突围 马苏会突出重围 因为街亭的地理位置重要 张和不敢掉以轻心 然后 马苏 王平和魏延会协防街亭 破败的城池 为诸葛亮主力大军 到来做准备 因为诸葛亮主力大军 是步兵 到达街亭也要十多个小时 而且是精疲力尽的状态 起码的在魏延骑兵的掩护下 休整一天才能作战 而且步兵的优先任务 是困死龙西郡 但是杨仪和魏延的关系 你懂的 也就是说 蜀军半个小时就能解决的危机 又浪费了一天时间 骑士到第三天 街亭还没有完全被张和占领 第二天晚上 王平的士兵雷鼓的时候 估计魏延的斥候应该是听到 并且马上告诉了魏延 第三天天刚亮 魏延赶紧带骑兵吐袭张和 关龙道对人来说很平坦 但两侧都是丘陵 张和虽然骑兵比魏延多 对战马来说不见得斩得开 相反魏延的骑兵由于人少反而能斩开 魏延时而让骑兵突袭张和 时而绕着张和的骑兵转圈圈射箭 而且张和惊奇地发现 由于蜀汉骑兵的大砍刀是天然气炼的 比曹魏用木炭炼的兵器更具有杀伤力 一下子就把曹魏骑兵的长矛给劈断了 蜀汉骑兵的长矛也是天然气炼的 一下子把曹魏士兵的盔甲给捅穿了 曹魏的战马是中原地区的战马 蜀汉的战马是枪人支援的战马 枪人的战马更加快一些 而且蜀汉的战马和人批的是犀牛皮和蜀锦 所以不仅比曹魏的重甲骑兵轻巧 还更加的遇憾 因为此时是初春时节 而且魏延的弓箭不怎么射人 专门射战马 没了战马的曹魏士兵 很轻易地被蜀汉骑兵 或用砍刀砍死 或用长矛像穿肉串一样捅穿 魏延那几千骑兵的突袭 一下子把张鹤打盟了 张鹤下令停止进军 组成盾牌阵就地防守 但是魏延不和你玩了 他人少 不能攻坚 暂时跑远了 正在这时丞相派的斥候到了 说关龙到的广卫郡方向 高翔防守的烈柳城 随时会被郭怀带的龙幼兵团有攻破的威胁 任魏延找时机撤军 魏延分出一部分骑兵 去协助高翔撤军第四天 魏延让手下骑兵用一半的战马队 张鹤的中原兵团射光所有的弓箭 投出所有的长矛 又拖住了张鹤整整一个白天 而在这一天里 高翔防御的烈柳城失手 被郭怀带的龙幼兵团占领 但是由于魏延派取骑兵的突袭 高翔的部队也顺利撤出 诸葛良进退失据 带着三郡千余家 愿意跟随丞相回蜀汉的百姓和蜀汉主力大军 走上西汉水的战船 魏延的骑兵毕竟人少 第四天晚上又周旋了一个白天后 魏延的骑兵丢掉了所有的粮草自重 在得知主力大军安全上船撤离的消息之后 魏延带骑兵骑着另外一半白天没有参战的战马 从骑山道狂奔回汉中 骑山道全长450公里左右 以枪人战马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到达汉中没准比诸葛良主力大军 顺江东下还要快一点 给65岁的老江张和留下了十足的遗憾 当诸葛良主力大军下船的时候 大部分士兵都是狼狈和心有余计的状态 如果不是魏延的骑兵周旋了两天 蜀军主力很有可能被曹魏的中原兵团 拢幼兵团两大骑兵兵团直接吃掉 第一次北伐失败后 诸葛良在战后赏伐分明 把自己贬为后将军 而对于弃军而逃的马素 张修 李胜等人予以诛杀 不尊法度的黄锡予以夺去兵权 包庇马素的巷狼予以免职 战斗不利的赵云予以降职 由镇东将军贬为镇军将军 只有王平 杨仪和魏延三人升职并得到重用 杨仪代替马素成为参军 王平封为陶寇将军 拜庭侯 魏延更是声任丞相司马 梁州刺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